地球的点 Dream 热圣的YouTube 个人频道 2023 8月14 热圣年轩拍摄于 杜嘉 今天是 黄国王与黄秀楼 第254天的相处情形 黄秀楼 黄秀楼 天气不热吗 你还要盖棉被 今天天气不会很热吗 你还需要盖棉被吗 黄秀楼觉得 在那个棉被里面 非常舒服的样子 我们家的你 这是喜欢棉被 我们家的鸟 就是非常的喜欢棉被 黄秀楼觉得 那个棉被很像 那个 黄秀楼的 窝 鸟窝一样 黄秀楼非常的喜欢 黄秀楼非常的喜欢 在那个棉被里面 钻来钻去 黄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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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夫妻 之间也会日久见人心 你知道吗 为什么夫妻之间也会日久见人心 你知道吗 虽然 罗神梅娟娟没有结过婚 虽然 罗神梅娟没有结过婚 但是 罗神梅娟也可以告诉你 什么叫做 夫妻也会日久见人心 这是为什么呢 夫妻在还没结婚之前 就是情侣阶段 他们会 鸡仙 夫妻还没结婚之前 都会很鸡仙 男的 男的为了要吸引女的 男的非常的鸡仙 女的为了要吸引男的 男的 女的也非常的鸡仙 然后两个就是约会吃东西 这就是情侣阶段 约会吃东西 情侣阶段 表现得非常的体贴 那就是情侣阶段 为什么夫妻会日久见人心 你知道吗 为什么夫妻会日久见人心 你知道吗 就是为了家庭要开始工作 工作 夫妻要开始工作 夫妻之间要开始工作 赚钱 还要忙家务事 事情非常多 不像那个约会的时候 夫妻已经接 夫妻已经进入 不是约会的时候 成天只知道晚 假体贴 所以夫妻也会日久见人心 或许是真体贴 像黄伯王就是真体贴 但是体贴久了 会非常的没耐心 开始对对方没有耐心 开始觉得 为什么他要帮对方做这个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做那个 这就是夫妻之间也会日久见人心 光是夫妻之间就会日久见人心 为什么呢 夫妻已经进入 需要彼此工作 赚钱 养活彼此养活 子女 还要为家庭的繁琐事情 在那边 在那边 在那边计较来计较去 计较的老半天 所以夫妻之间就会日久见人心 我们黄伯王现在非常喜欢独处 我们黄伯王现在非常的喜欢独处 不喜欢跟他的老婆黄秀荣蜜在一起 虽然Russon梅娟没有结过婚 虽然Russon梅娟没有结过婚 但是Russon梅娟你知道夫妻之间就智慧 日久见人心的道理 现在黄伯王跟黄秀荣又玩在一起了 虽然不是常常独处 但是也有聚在一起的时候 虽然不是常常独处 但是也有聚在一起玩乐的时候 不可能永远是一贯的模式 不可能一直溺在一起 也不可能一直独处 这就是夫妻之间日久见人心 今天就讲到这里 Russon梅娟虽然没结过婚 也知道这样的道理结束 也许 也许 也许